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德拉萨学校的新闻简报 让在德拉萨学校 华文学习是游戏 华族文化是生活 学生们可以在快乐中学习华文 德拉萨学校举办了母语周活动 让学生们能够亲近母语 同学们学书法 学剪纸 做灯笼 编中国节 从各个方面体会华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仅如此 为了配合今年的生肖 蛇 同学们还用纸盘 剪出了一条条色彩丰富的蛇 农丽新年是华人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 今年德拉萨学校的农丽新年进驻会 是非常特别的 母语部的老师们亲自录制了春年童这首MPV 献上给同学们的祝福 除此之外 因为刚刚搬进新校舍 所以学校也请来武士队 为庆祝会天才 3月17日 德拉萨学校部分六年级的学生 参观了位于克拉码头的国防纪念馆 在国防纪念馆里 你学到了什么 我了解了新加坡消防人员是如何工作的 他们的设备是怎样的 以及新加坡消防的过去和现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